哈囉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這次的主持人阿傑希 歡迎回到週末電影夜的Podcast 今天我們真的有很特別的來賓 來來請自我介紹 哈囉我是日本電影院的小編 對然後你主要是在IG上有經營就是 做日本相關的東西的嘛 對我是在做跟日本電影 主要是電影類跟動畫類的資訊分享這樣子 對然後他真的那邊有很完整的介紹 所以我會在 我會在留言跟那個資訊欄會放你的連結 所以如果有喜歡像是日本電影或是動畫的 真的可以去追蹤 然後我們今天我們今天看了 靈牙之旅 期待 真的 他離上一部多久 離那個 三年了 大家好像是滿 三年 對 記好清楚 對啊 剛剛錄之前我們有聊到 其實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真的 應該會說是真的是新海城裡面 我們最喜歡的 果然是極大城的一個作品 就是大家都說是新海城的極大城之作 對然後我想 先在我們講 繼續講這個之前 我說你是真的去日本電影院看 這部片 日本電影院小編當然要去日本電影院直接看這部 日本電影 就是 我是在 東京的 某一個 電影院看 好像是 池 池袋那邊的電影院 然後是 TOHO 就是 很連鎖的電影院看的 就是很早以前就看 嗯 欸你是 1月的時候看了嗎 我是大概 對 1月底 2月初的時候看 1月底的時候 就看到這部電影 然後 其實看完的 感想就是 喔 真的 很好看 我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嗯 然後我想問就是 因為這部日本在11月11號就上嘛 去年11月11號 然後所以 其實隔蠻久然後我想問就是你 你的那一場 作息率多高 我那場的作息率 我去的廳也是 蠻大廳的 就是不是那種 只有幾排的小廳 而且 就算是 就是蠻大廳 作息率至少也有30-40% 所以 就是 就算上映很久了 還是很多人看 嗯 很多人支持 那我想問就是 日本 日本的電影院的 文化跟台灣的 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比方說日本可能 真的很 很安靜 可能哭很小聲之類 真的沒有人講話之類有嗎 就是你這次的體驗 我覺得 日本的人 日本人在看電影是真的真的蠻安靜的 就是不會 就是可能有小孩在一直大叫大吵啊 然後也很少 就是那種稀稀酥酥的聲音 我是覺得 他們的觀音品質真的可以提高到非常好的地步 然後除此之外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那個 食物餐盤 你知道那個嗎 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去電影院不是都會買 爆米花跟一些飲料 就是 就是 必備的爆米花加飲料 那台灣是不是就是你買爆米花就要拿著那一包 加上你的飲料 還有你的票 還有你的一堆東西 然後進去裡面 就是很常手忙腳亂 我很常這樣 然後 可是日本比較特別是他會給一個盤子 然後那個盤子 有一個 凹槽 那個凹槽就是給你放在那個電影院椅子的那個 圈圈的那個放飲料的那個地方 你把它放上去 飲料跟爆米花都可以在上面 然後票也可以在上面 你就可以不用 手拿一大堆東西 很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是 日本電影院最棒的文化 所以就是在你前面有一張變成一張小桌子 這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就可以放一個小東西 放一些小東西 跟爆米花 我覺得真的很 那如果 如果中間有人要出來上手怎麼辦 是不是也很麻煩 那是這樣沒錯 就是你要把那個盤子 凹進來 但是 就跟剛剛所說的 就是其實他們的觀音品質真的是蠻好的 其實很少人會在中途的時候 離席 我覺得 我自己觀察起來 但 相信應該還是有人 做這件事情 但是真的很少 觀音品質超好 對而且我聽說日本人其實他們都 不管是什麼片他們都會 看到最後 喔 對我覺得比較特別是大家可能 就是開始放片尾 然後可能有些人就會想要離開 但是 日本不會 對可是我覺得這個文化在台灣也越來越少了 因為大家看動畫片都知道 後就是片尾結束後可能有片 就是有一些小就是影片 就是多的 對對 而且就算我覺得日本很酷就是他們就算知道沒有他們還是會做做完看完就是好像是對電影製作者的尊重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沒錯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但 就是台灣也應該也越來越多這樣 對我覺得最近 近期看電影的感覺是他們都會做到最後面就是其實中就是在片尾區離席的人越來越少了 不然會錯過 好我想問你這你這次這場那個 你有聽到有人哭嗎 我 去電影去日本那邊那時候看的時候是沒有看到有人哭啦我自己沒有觀察到然後 我們跟我一起同行的友人大概有三個加加我四個 好像也都沒有哭可是我覺得 那種感動是留在心裡的感動就是不會立刻哭出來的那種 好感傷的那種是心裡覺得這部片很感動的那種感覺 你有哭嗎 你看我有哭嗎 有犯累犯累算哭嗎 就是我覺得 算啦但頂多 淚光閃閃的那種感覺但是沒有到 就是可能像天氣之子的哭點直接那種就是直接哭爆的那種我覺得這次比較少聽到 然後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關於日本電影院的部分 日本電影院 目前沒有可是 可以透過我這次去日本電影院我發現到他們的 動員數真的是很 驚人 這部電影的票房在日本是打破 前幾部算是打破你的名字的佳集 就是 超過 第一部超 第三部 國內票房超過100億的 日圓的 作品我覺得 很厲害 而且從11月上映到現在 現在也在上映 對我覺得日本日本很酷日本真的有個文化就是他們會把 他們電影會播很久對不對 是不是都是這樣啊幾乎 我覺得有票房的通常都播很久 例如像航海王也是播滿久的 之前那個紅髮歌等等的 都是播滿久的 嗯 對 然後我想問就是我們 我們兩個人對 辛海誠作品的 就是他的感想是什麼 就是比方說你看這部之前 你最喜歡哪一部 看這部之前我個人 是喜歡 我有在那個 我的平台說我最喜歡哪一部 是 炎夜之庭 我覺得 嗯 勝過你的名字還有天氣之子 啊為什麼 嗯 我覺得 我 我覺得 你的名字跟天氣之子好像 沒有到我 get到的點 就是 怎麼講呢 感覺 還可以再澎湃一點 我覺得他的 情緒可以再澎湃一點 那雖然炎夜之庭沒有到 也沒有到非常的澎湃 但是我很喜歡他的 整個感覺 例如他在庭園的那種感覺跟 男主角跟女主角 就是 他們兩個之間的那種 關係 跟連結的那種 描述方式 我就很喜歡 所以 對你是 那一部是喜歡因為他們的 就是兩個人的情感這樣描述的很細膩這樣子 就比較有說服力 對我覺得 那個 對我覺得 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我比較get到這類型的 嗯 我覺得那一部在 真的是兩個角色個性上 比較刻畫比較強 我覺得 先說我們先說那個就是他最近的三部嘛 你的名字天氣滋滋跟 這次的琳雅之旅嗎 我就叫他天災三部曲 對 災難三部曲 都是 真的 然後 我覺得前兩部 他們的 劇情的鋪陳都很有創意 都是有一些特色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主角 或是配角 他們的角色的個性刻畫都 有點弱 個性的刻畫 我覺得 有我自己也有感覺 至少 至少跟 就是我有這種Fu 跟這次的比起來的確是薄弱一點 比方說 你的名字的女主角叫 公水三葉嗎 還是四葉 三葉 對 我只知道叫三葉 她的個性 她前期 鋪陳的日常的個性就是 我好想去都市這樣子 我們其實並沒有了解到很多這個女生的東西 然後這次靈牙之旅 我覺得她的鋪陳很多 我們知道她的很多個性 她的優點 她的缺點 她的喜好 她不喜歡的東西 她的家庭背景 我覺得就是滿滿的 然後 像之前你的名字或天氣之子 都真的是 一句話你就可以帶過 像天氣之子的男主角就是 我是桃家少年嗎 我記得是這樣 對 就這樣很簡單 然後 像這次靈牙之旅我很喜歡就是一些配角的 他們的設定跟他們的就是 他們跟主角的關係 我就覺得 雖然有些真的是 他的戲份可能不重要 或是很平 但是 你可以了解這個人 你可以從一個簡單的舉動 知道他們這個人 比方說你天氣之子還很熟嗎 我天氣之子 有 還是有影響 然後像是比方說 他不是天氣之子男主角不是先到一個地方去打工之類的嗎 一個 一個店 對然後遇到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大姐姐 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 他們兩人的刻畫都很淺 就是比方說 那個大姐姐的刻畫 男主角看到他的胸部 我好興奮這樣子 對對吧 我記得就這個 然後他最後 熱血在 熱血在 印象 他最後就只有熱血在他去 那個 一個奇蹟而在他去的地方 就這樣 然後就是你會覺得那部的 配角的功能性 就這個角色出來只是為了來推進劇情的 然後 像這一部 這一部 就比方說 男主角他有一個 我們這邊先舉頭 反正就是男主角有一個 一起讀書一起求學的好朋友 然後他就是很擔心他因為他一直找不到他就一直過來 就是要 問他到底最近怎麼了 然後他如果 關心他 然後如果有人問他說 你為什麼一直來找他說 沒有啦 是他欠我錢 我要找他 這樣子 然後 結果我們結局發現 其實不是他欠他錢 對 其實事情剛好是相反的 對 我覺得這個簡單的設定 你就可以了解到 這兩個人關心 關係很好 他可能有點傲嬌 所以不說 喔我很擔心他 他只說 喔我欠 他欠我錢啦 所以我才來這樣子 我覺得 像這些設定 這部片都做得很足 就是我會知道每個角色的 他們可能之前有什麼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 這部真的做得太好太好了 真的 而且是 因為他是旅行嗎 他旅行的途中會遇到 真的是 蠻多人的 我相信 就是因為他 這一次遇到很多人 所以 就是片名也叫做 靈牙之旅 對 我們先講劇情好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點跳太快 把角色都快講完了 我們都講到解決 好 反正 故事呢 就是 呃 故事什麼 女主角一天 上學 出門 遇到一個大帥哥 他直接 發瘋啊 說喔你好 你好帥 這樣子 然後那個帥哥就說 我要找一扇門 開始發花池 你們終於說廢墟 我要找一扇門 對 發花池 然後就跟過去 結果女主角不小心把 一個 一個封印解除了 然後就是 好像世界開始大亂 這樣子 門被打開了 那扇門是通 通往另一個世界 世界的門 然後反正就是 這處的設定就是那個 門釋放出的東西會造成大地震 這樣子 然後反正女主角於是踏上旅程 細節就先不講 反正女主角 踏上 聖地巡禮 對聖地巡禮 好像在每個各個日本的各地方 對然後開始這樣走來走去走 走遍日本的各地 然後去關門 就是一趟任務這樣子 然後 啊順便在途中遇上了很多形形色色的角色 對啊 他遇到很多人 例如 遇到 我覺得我最有印象深刻的就是遇到一個 那個算 那個 算什麼啊 是 媽媽 媽媽桑那種的嗎 對對對 那個要怎麼講啊 對那個怎麼講 我不知道你對日本文化 你對日本文化比較 比較懂 那個算什麼 酒 不是酒店 可是就是 對就比較類似媽媽桑的人 但是我覺得他們 都 很 善良跟很溫柔 就是對 女主角非常的好 你最有印象深刻的配角是誰啊 配角嗎 我覺得 對啊 或者是 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他們 對 應該也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我覺得刻畫得非常的有靈魂 嗯 我覺得都是 整部片都是這樣 對 而且 嗯這部電影 主要是從 地震的靈感來衍生的 對吧 對 311地震 嗯 對所以我覺得 這次的 故事舞台 還要巧妙的 運用了這一點 所以最後的那個點 有設在工程線 工程線其實就是 之前311地震 最嚴重的 一個縣市 所以 當女主角 他們到仙台附近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 蠻感動的我覺得 對 我覺得 這部我在看之前嘛 我其實不知道他是 會提到311大地震 就是他沒有這麼 磕 磕在 有些隱晦 對 我不知道他是 設定在現實世界 對 可是你說 日本其實他們宣傳都 其實有稍微提到這樣子嗎 對我覺得 各大的文章 我其實一開始進去前就知道這跟311地震有關係了 所以我是用這種這個角度去看這部電影的 對我看之前我是真的連他是地震電影都不知道 我連他是 我只知道他是有奇幻的元素嘛 就開門然後有 奇怪的大東西跑出來 就他其實是在講地震的故事 然後 我覺得 這反正前面有說劇透 反正就是 他最後揭曉說 他的家人其實是在 311事件之後 就失蹤這樣子 然後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想到那個會 直接連接到這邊 然後就 因為這種像是 比較像是悲劇電影 就是可能他們要 他們是改編自 有點改編自真實事件的 比方說什麼911之類的 反正就是 這些電影嘛 有時候大家都會說喔你是不是在消費悲劇 你是不是在消費 真實事件的人事物之類的 就可能你你在拍一些傳記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果你拍的不尊重他就是在 消費這個名人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這部讓我最最震驚的就是他 他沒有讓我感覺他在消費地震這個題材 因為他很尊重 尊重這個題材這樣子 我其實也 我其實也覺得 他 這一部 做的 蠻好的 就是 雖然 雖然看得出來他是在講三一但是其實又有點包裝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他沒有在消費就他可能會說喔三一你看好難過 那個 那個災情好嚴重快點哭給我哭 他沒有給我這種感覺就是就是他真的給因為 可能是因為第一個我們真的不知道他是這樣的電影 然後他真的因為前面 有帶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災情 然後 所以後面三一的 的典故出來的時候就覺得 真的很自然而然切入這個 這個議題然後讓我很震撼這樣子 真的做得很好 我覺得 這邊很厲害 他說 終於不是你的名字 那種隕石壯地球 應該日本沒發生過這種事吧 應該沒有這種事吧 隕石壯地球應該沒有 那個太災難了 那個會直接滅亡吧 對啊 沒有吧 這部讓我覺得 好棒 而且畫的 那個真的很好看 你不覺得 可是你有覺得這次的風景沒有像前兩部這麼多嗎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他貼近了就是日本整個就是地區 就是你看到每一個地方都是有圓形在的 所以就沒有像隕石壯地球那麼浩大的美景跟場景 但我覺得還是有的 就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裡面還是有一些很好看的畫面 對 然後就是 這是真的是 真的是除了炎夜之景之外真的是 新海誠 拍過 真的是角色寫最好的 他終於 放很多重量在角色身上 我覺得 這部有嘗試在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像以前的 就是 角色跟角色之間啊 你會不會覺得都有一種那種很遙遠跟很有距離的感覺 就像你的名字 兩個人 不是都很遠嗎 甚至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對 貼氣之子也是 對他早期的確也都是這種題材 對 對啊 不然就年齡差 有差異的 反正就是 很喜歡做那種差異感 但這次的感覺 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的像以前一樣 有這種感覺 就是很在 嘗試新的 東西的感覺 嗯 好比方說 有一段啦 他跟他的阿姨吵架那段 OMG他的 喔對 那段他的台詞寫得很狠耶 看了你就 OMG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你的女兒說這種話 這種感覺 Holy shit 很屌 在那邊看到就 什麼傻掉 然後 我覺得最 那邊真的 掌握得很成熟 就是他最後他們兩個要 當然要和好嘛 然後說 他沒有說什麼 我剛剛說的都是企劃那些不算 然後他反 他反而是說 我說的這些話有一部分是真的 可是他只有 然後占我心中很小一部分 哇好會寫喔 這個台詞寫的真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寫的像 迪士尼卡通說 沒有啦 一切都好好 我們兩個都 都好好的 對對對 反而是真的還 當然心中還是有一點 呃 怎麼講 就是有一點負面情緒在 有 可是他們也 他們也不否定這些東西 他們就很承認 自己的確還是有否定 但是我還是很愛你這種感覺 就喔 這個真的有中到 對 我覺得 就是 真的 辛亥誠真的很會寫劇本 好厲害喔 嗯 前 呃 對你很喜歡天氣之子嗎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天氣之子 我沒有很喜歡啊 我沒有到 非常喜歡 只是在做比較的時候 嗯 天氣之子 喔角色 喔好尷尬 有些橋段好奇怪 對真的 這部就真的很 我對於 天氣之子的想像啊 只有在那個 食物上面 那個食物 你還記得嗎 那個洋芋片的那個食物 真的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不有食物嗎 這次有食物啊 有啊 這次不是也有嗎 喔對那個 有吧 沒奶 那個 烏龍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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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想起來了 烏龍麵 對對對 看起來也超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沒有 但是天氣之子的還是略勝一致 看起來超好吃的 沒有像之前一樣 畫得這麼用力 我覺得 雖然當然還是很好看 就是比起來好像 食物的部分嗎 風景感覺也是 我不知道 真的很棒 沒錯 我也覺得有 對 對 你像之前那兩部啊 就是 新乃成的 招牌 動 招牌手法 就是他會 可能在片頭插歌曲 或在中間插一段 歌曲 然後變成像 MV一樣的東西 這部好像這次沒有 這次 這是那個 就是最有名的那個 實名唱的那個歌啊 他應該有在片中間的時候有出來 對 可是沒有像之前一樣就是 好像變成一段MV這樣子喔 拍一下 主角們 一路上 就是快速帶過一些事情 像是OPED那種感覺的地方 這次 沒有 我覺得就是 這次好像比較還好 對 新乃成收斂好多 就是覺得 這是不是真的像電影了 喔 他收斂好多 讓我覺得 好棒喔 對 這個觀點也蠻特別的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去特別注意到 這件事情 是你跟我講之後才有意識到 對 對 所以之前的 對之前都這樣 對 但之前的風景也蠻適合當MV的 對 可是我個人 我覺得 我個人是 覺得如果角色刻畫不夠 然後放這些東西 可能有點好像 草草帶過的感覺 太融了 我沒有 我沒有更深入了解這些角色這樣子 對 我覺得 是這樣沒錯 喔 你有什麼想要講的 細節的橋段之類的嗎 細節喔 對 我想想 我比較喜歡 整部電影我比較喜歡的地方 其實是 女兒 跟媽媽之間的情感 我也是 跟自己小時候 那種 感覺 我不知道 我說不上來 但是就是 我很喜歡 女兒這個 的角色設定 所以你也同意說就是 其實這 次的男女主角間的 可能像愛情系 感情系 比較弱嗎 我覺得 比起弱來說 我可以講直白一點 就是 太花齒了 就是我覺得 男主角雖然很帥 但是我覺得 女主角實在是太花齒了 就是 等於是 你跟 一個人見面 然後那個男的問你說 那個 你知道廢墟在哪裡嗎 然後他就愛上 然後就是跟著他 然後跟著他之後 那個男的變成 一張椅子 然後就在親那張椅子 然後就是一直在跟椅子談感情 談戀愛 就是一個在跟椅子談戀愛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 基本上這兩個人 對我來說 男主角跟女主角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先往後面看 我們可以往其他的地方看 對 因為我知道這部有些地方很用力 就是像是要營造出 天氣之子或你的名字的那種 兩人的感情 好浪漫 這種感覺 像什麼 對 女主角說 我不想活在沒有他的世界裡 這種感覺 可是 這種台詞就不像前兩部有真的中到你的心 這部就覺得 其實 這兩個 對我覺得 他這樣子講這句話直接 超怪我對這句話 你剛剛講的那個台詞 超級深刻 因為我覺得超瞎 對 對 對 講實話是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這部片想要講的 並不是男女主角的愛情 如果你是把它當成一個愛情故事 進去看的話 你絕對會失望 對 他是在講家庭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部有一個很妙的主題 除了我們剛剛說311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他就是 為什麼他踏上旅程 為什麼新海城這次要拍 他可能在各個 小鄉鎮 遇到各種各樣的人 然後最後一路延伸到311的世界 然後跟 他關門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很棒 就是比方說他要關門前 他就會說 他們會說唸一段咒語 然後說你閉上眼睛 你想想看這邊 之前還有人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 講的話這樣子 因為他們門 門未災的地方都是廢墟 可能因為一些 災害或是一些人為的事情 他們變成 一塊廢墟這樣就沒有人在住了 所以他 想像說這邊還是之前有生機的時候 這邊 以前過往的日子 然後我覺得 他 他踏上這一趟旅程嘛 他看各個風景然後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他感覺到了 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人情味 這部我覺得在講人情味這個事情 對就是可能像 對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遇到很多配角 然後那些配角都很溫柔很善良 很有人情味 我覺得 就是很像是 災難 之後 就像地震之後 手望向坐 然後大家互相幫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對我覺得他就是一直在呈現 所以我覺得 有些這部片反而有些很感動的地方是他 很快速的穿插 可能就是每個人說 我要出門了 我要出門了 還一路順風這樣子 這種 很日常的片段 然後可能他會快速 切過東京 那個一些 世絨的樣子 小女孩牽著媽媽的手走路這樣子 你覺得 對這部在講這個東西 這部在講人情味 這部在講大家之間的關係 日常生活之類的 然後所以最後帶到311的時候 整個 整個城市已經不在了 整個城鎮已經不在了 然後才會 讓你覺得 還有震撼 就是 的確災害 的確把這些東西都帶走 然後還要去想辦法沿路去把他 把這些 記憶給拼起來這種感覺 好感動 這部在講 感傷 對 這部在講這種東西 對 天啊 這部真的就是 要進去以為要看什麼 你的名字是這種 命中注定的愛情片 結果不是他在講家庭 他在講人情味 他是對他在講這種東西 對 好棒 我覺得真的寫的太好了 對 對 真的 我也覺得這部電影 蠻有深度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細看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 細節 當然細節 每個人感受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果然還是要 直接去 電影院觀賞 後才知道 而且我會發現 看一邊跟看兩邊可能 的感覺又會不一樣 我覺得這部片是可以一直去回味的 對 嗯 我覺得很好笑一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 辛凱城是不是故意的就是 他在鄉下的時候 他可能遇到 遇到事情 就 可能摔車來幹嘛 然後就是 看起來沒有地方 住沒有東西吃 然後大家都 很樂意幫忙 說你來住我家 我給你吃東西 我衣服送你 沒關係 我那個帽子送你 對對對 結果他移到城 他結果他移到城市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人出來 幫他 這是故意的嗎 呵呵 大家都說 喔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臭臭的 不要靠近他 這樣子 這真的很好笑 這是真的嗎 他是故意這樣子 刻畫的嗎 城鄉 城鄉差距 對啊太好笑了 他真的到 到東京之後 沒有人幫他 就他們那時候 東京遇到的配角就是 跟 因為跟男主角認識 所以才會 他們才會開始聊天 這樣子 不然之前 都是路上遇到的人 就守望 就大家一起 互相幫忙 這樣 結果到城市 我不要幫你 你是誰 我不認識你 但這個 議題真的是蠻酷的 因為我本人之前也在 日本有交換過 然後我個人 因為我之前就是在仙台 也就是地震的起源處 留學的 然後其實他們的人 真的都是很善良的 就是 會 很幫助我們 的 留學生 而且 哪怕是只是路上遇到的人 那我錢包可能丟在某個地方 然後真的會有人 把那個錢包拿出來問說 這個是誰的 然後很緊張的就是 還給人家的那種感覺 可是 你去東京的話 我覺得去東京或者是那種比較大城市的話 他們確實會比較 冷漠 我覺得 這一個 感覺 就是 的差異 是真的是有的 我覺得如果 呈現在電影上面 其實 真的也是蠻 就是 蠻 有感覺的嗎 對 是真的 我覺得你的 你看到的那個觀點是 真的是貼合日本的事實 對 但其實台灣也是吧 就是各個地方的大城市 都會比較冷漠 那鄉下的地方都 大家會比較 樂於幫忙之類的 這個也是 就是大 全世界都適用的 我覺得 原來這部片是在講 日常生活 太酷了 這部片真的很酷 主要是女主角長得也蠻討喜的啦 然後男主角也長得很帥 什麼意思前兩部 前兩部不討喜嗎 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比較喜歡這一部的 就是整個設定 但有人說長得很像那個 追逐繁星的 孩子嗎 是真的蠻像的 那個制服的部分 對 我覺得這整部 真的是太神了 我只能用神座來 就是 鑑定 我是不會說神的 就是真的讓我很 很驚豔 這樣子我原本進去看 就是 我不知道天氣之子 太讓我失望了 然後這部的確 我也是 這部的確 沒有 劇情沒有打中 我覺得我真的很開心 我真的進去前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說這是新海誠 好我看 我就看我相信你 大家看到這三個字 都想進去看電影了吧 而且都三年了 希望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聽到這邊 都被我們劇透 劇透觀光的 還是可以去看 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耶 沒有啦 我們還沒有劇透 就是 很 就是各種細節部分 因為這一部片 我覺得有點多元 就是他想要描述的東西 實在是 很多 原話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部分都有值得去 討論跟探討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辦法 一時半刻把他講出來 所以其實 還是可以自己去看 對 然後貓咪很可愛 對就這樣 所以我影片要放很多很多貓咪 算了 貓咪很可愛 貓咪就是很欠揍啊 貓咪本身就是很欠揍 貓咪原本就很白目啊 所以很合理啊 真的嗎 對啊 每一部片 新海城每一部都有貓咪 不是嗎 有啊 欸 我 嗯 有啊 新海城超喜歡貓咪的 不管怎麼樣都會有 就算 連一個路過的貓咪也是 也是貓咪 這是 他很喜歡貓咪 這是重要的角色耶 這是貓咪重要的角色 對這是貓咪直接變成重要角色 是繼那個他 他和他的貓 之後 第一個貓咪當主角的 電影 對 真的 極大成 極大成 我也覺得很可愛 極大成 極大成 好 沒關係 不然還是有人愛他 真的 這次的動員一定應該 就是 不容小覷喔 嗯 好那你還有什麼細節想補充嗎 其實我覺得要講真的是講不完 對 我覺得還是給大家 我覺得還是給大家自己 就是去看的那個 空間 想像空間 嗯 對 真的很讚 大家 大家快去 大家快去看 好那你要你要來做收尾嗎 好啊 你知道怎麼做YouTube收尾嗎 就交給你了 要怎麼做 我不知道交給你了 我完全沒有路過這種東西 我只是一個 熊邊而已 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用你看過YouTube的知識 來做個收尾 嗯我最近看的YouTube 比較激進一點 收尾非常快速 我就不說是誰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哪裡講錯了 然後按個讚 然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分享與訂閱之類的 小鈴鐺 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小鈴鐺要砸下去 然後如果你想看日本相關資訊 快點給他去追蹤起來 IG追蹤起來 我知道你有IG現在點下去 在影片介紹的那邊 在留言第一 在第一個留言那邊 對對對 快點進去 快去追蹤 謝謝 沒錯來追蹤JPC的馬喔 好 好 就這樣 好 謝謝 掰掰 很棒 很棒 好 那就這樣 掰掰 掰掰 好